云林科技工业区是行政院在民国83年依照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核定编定的工业区 总面积为597公顷 规划范围包括大北市区、主维子区跟石榴班区 今天动土的石榴班区面积为89公顷 动土点理由经济部长张家住、工业局长沈荣金、云林县长舒志芬等人上香驻岛并持产进行动土 经济部长张家住表示 原区预定在年底交付诸售土第一个厂商 让购地厂商的建厂、作业可以跟园区的公共设施工程同步进行 快速为云林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 经济部工业局在去年5月针对有意进驻石榴班区的厂商用地需求进行调查 初步有25家厂商表达用地约75公顷的用地需求 截至目前为止 厂商出具正式书面承诺文件一共有38家厂商用地需求约86公顷 云林科技工业区位于斗六市中心北侧 交通跟服务机能便利 由经济部工业局委托民间开发公司以引进民间资金方式进行开发 目前大北市区开发进度95% 主位子区的是接近开发完成 这两个区的土地诸售率已经达到九成以上 进驻厂商家数有78家 年产值1500亿元 而今天动工的石榴班区预计可以创造243亿的产值 增加就业人口近5000人 中国记者庞青莲云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庞青莲云林报道 本文字幕志愿者庞青莲云林报道